大家好 今天呢 要跟各位来谈一谈 有关于短期补习班的退费的一些问题 那短期补习班 其实包括了学生 短期的这些课页上面的补习英文 数学、物理化学 那另外也有一些我们的一般上班族 做的这个语文补习班 或者是才艺补习班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这个补习班的一个内容呢 一般我们都是希望能够 慎选所谓补习班的状况 当然第一个我们大家也都应该都知道 一定要是有立案的 跟我们不管是教育部 或者是它是全国性的教育部 然后如果说是定义性的 跟台北市或者新北市各县市的这个政府 所做的这些补习班的一个设例 所以呢 一定要挑选 为什么要挑选这些比较合理的 有设立好的这些补习班呢 第一个因为补习班设置有设置的办法 那这设置的办法包括了让我们的学员们 能够在一个很安全的他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做这个学习 那第二个呢 他们就这些空间 你说我这个补习班到底可以招生多少人 他有一定的空间跟比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就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去选择补习班的立案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就是说要看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个补习的一个处理 那补习的处理 如果你觉得说我不想补那么多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去听听课 因为有些补习班 他就会让你有一些试听的一个部分 那有试听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可以听听看到底是不是合适我 然后是不是我可以来做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有很多人他也是会蛮冲动 像我有时候就觉得我的英文不好 要好好的去补一下习 可是每次缴了报名费之后 说我是不是缴了以后 我就可以督促自己去做这个 督促自己来做这个 好好的去上个课啊 但是常常上了一两个小时 或者一两次课 那一下子因为那个原因 一下那个脸原因就没有继续上了 那这些钱是不是就浪费了 那浪费以后 就感觉说好像 这个 好像要退 又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退 那因此呢 在这里今天就跟各位来谈一谈 就是说这些补习班他怎么样去退款的一个情况 退款的情况 那其实退款有分成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补习的本人 就是这些学员们 参加补习的这些学生们 因为自己的原因 然后呢 不想去上课 不想去上课 那如果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可能是补习班的原因 所造成的这些情况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来做退费的一个处理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依照我们教育部 有一个补习班 这个设立及管理的准则里面 对于这个退费呢 就有特别的一个规定 那这个特别的规定呢 就是如果是你学员 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的原因造成不想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补习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急剧的一个处理方式 急剧的处理方式 包括了 如果说你是在开课前 开课前 这个 实际开课前 这个 提出 开课前提出的话 开课的 还没开课以前 就可以 请求90%的退款 就是超过 超过90%的部分呢 就不可以来做这个没收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是开课后 就是说 我已经开课了 还没有开始上课 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 可以 收取 三分之一 就是 如果你开课了 然后也去上课了 可是没有达到全期的三分之一的课的时候呢 可以要求退凡 整个学期的二分之一的钱 那如果说你已经上课了 然后上到人家开课 已经开课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不必退 不必退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呢 是短期补习班的准则里面 所修正的 而且呢 这个准则是在105年的 7月26号 来做 做这一个部分的处理 所以说这个部分 就请各位能够注意 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开课前 还没有开课以前呢 就决定不上了 那这个部分就可 复习班可以10%的这个 要求你来退 来退费的话 就可以10%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已经开课了 你也上课了 甚至于你没去上课 就说不想上了 纵然他已经 你没有去上课 可是已经开课了 那还没有超过三分之一之前呢 你就可以退二分之一 那如果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 对不起 你就不能再退了 这个是这个我们短期补习班教育部所规范的一个处理 那再来呢 如果说是这个补习班的原因造成可规则于补习班的一个没办法去退费的一个情况呢 那第一个就说在预定的这个开课的前面公告告诉我们的同学生呢 在原定的开课七日内要退还全部已经缴还的这个课程 那如果如果是已经开课了或者是开课以后进行的一半或者不管多久 你没办法继续上课 这样子的情况呢 按照比例来退还这个费用 那如果说是有钱两天就是不可抗力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子的话是可以按照比例来退钱 但是可以经过学生的同意用补课的方式 补课的方式 然后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可规则于这个补习班的一个情况 所造成的没办法上课的一个情形 没办法上课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短期补习班的这些规则呢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都必须要去注意的 那因为对于短期补习班 我们的消费者保护处也有请我们主管机关 就是这些就是教育部 这边公布了英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 还有这个契约的范本 那在英记载事项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了 之前也提过了非常多 英记载事项呢 就是说你重来没有把它写在合约里面 甚至因为你们根本没有订合约 那对于书面上面的契约的话 你们契约缴了钱啊 这些部分就已经成立了 那成立之后呢 发生了纠纷 如果没有白纸黑字的状况之下 各位也不用担心 因为有英记载事项 我们也可以依照英记载事项的内容 然后来要求这个 补习班要付出 依照英记载事项所规范的一个内容 来做处理 来做处理 那对于英记载事项的一个内容呢 他包括了就是希望在订阅的中间 能够知道你补习班的班级 你开课的时间 休业的期间 然后呢 实际上课的点的时间 这个部分都要把它写清楚 然后课程的内容 包括你哪些科目 他上课的时数 受课的一个时数是多少 那如果是保证班的话 那保证的内容是什么 保证的期间是什么 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的师资的内容 哪一些课程是由哪些老师来教 那因为有些人 就是这个 必须来做 这些课程 如果要变更 或者是师资要变更的话 这等于是一个变更的契约 那如果说你更换了超过原来的 那个教课的老师 三分之一的人数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个变成是可规则 于补习班的人 然后来做不上课 或者是要求要终止合约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就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明定在契约里面 那另外呢 就是上课的地点 因为上课的地点 是必须要经过我们主管机关的核定 是哪一个上课地点 因为这些上课地点都经过消防的检查 安全的检查 才能够核准的 那这个部分应该要名列在这个契约里面 那如果呢 有遇到些停水 停电呢 或者不可抗力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补习班才能够去调动上课的地点 他不可以随便去上课的 去变动他上课的这个地点 那另外呢 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上课的人数 那有些补习班人数很多 那如果说他的这个课程呢 人数很多 然后可能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就不是很好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在你的合约里面 要去要求说我上课的人数是多少人 那如果太多的时候 你也可以要求说 如果太多 然后影响了上课品质 那这部分你也可以作为终止契约的一个条件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开课 他没有办法开课的时候 也要写清楚说 我们这班如果没有超过十个人 没有超过二十个人就不开课了 那这个部分就也要在合约里面写清楚 那这个部分 在合约当中都要去注意的 那如果说像一些课程的变动 或者是导致学生没办法 按照你变动的时间来上课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譬如说给他补课的时间啊 或者是给他那一节课的录音带录音带啊 让学生可以就做补课的一个用来使用 或者按照比例来退还那堂课的这些费用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都在合约里面 要去把它弄清楚的 弄清楚的 那再来呢 就是有关退费 刚才已经提过了 那可是是你如果不去上 然后造成这个补习班要终止你的话 那这个部分刚才有讲了 这个按照这些的比例来做这样子的处理 可是有时候补习班也因为个人的原因 甚至于就说 我为了要维持这个补习班的秩序 所以呢 他就会约定说 如果学生你有殴打啦 窃盗啦 或其他违法的行为的时候 那当然补习班就可以 要求你去终止这个契约 那甚至有吸毒啦 犯毒啦 这些违法的状况 那这部分都可以 来要求你终止合约 那所以说 这个是 在我们应记载事项里面 要求我们 学员们能够按照这个东西来做 比较好的一个处理 也希望各位能够注意跟记得 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处理的一个方式 那 一般的文理跟职业的补习班 通常 只要是短期的 短期是不超过一年的这些部分 他所谓的补习班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部分也是适合短期补习班的一个 定型化契约跟相关的一个规定 好 那有些补习班呢 他只给你 就说 可能是一张收据 或者是只有一点点的这个 或者是他的 就是收据 或者是只有一个签收单等等 这个部分 其实只要课程 双方都已经达成协议 了解补习的内容 课程的内容 纵然没有签约 我们的契约也是成立的 那 成立以后呢 你如果要做退费的一个动作 一样 一样 可以依照我们的定型化契约的一个内容 来做这个 阴记载事项的部分 来做退费 不会因为说 你没有签契约 就没有办法去退费 好 那 这个部分 就 就 就 应该要这样的处理 好 那 如果 超过 补习班 如果是超过一年的一个状况呢 那 这部分基本上 应该就不叫做短期补习班的一个部分 那 希望 在 这个部分呢 如果超过一年 我们认为 这个 在核准上面 他就不是以 一个补习班的一个性质 来做处理的 好 所以 如果说补一年的一个期间的话 那 我们希望说你能够分段的去做付费的一个动作 好 那 呃 那如果你不像你在开课之前 不上了 他应该就要把他退还给你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音记载事项的这个条文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是可以来做 那定经 不管是定经或者定位 意思 在法律上所呈现出来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会因为 不会因为他写的名称不同 然后就认为说他的法律性质是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 不管 不管说他是定经还是定位 在法律上 他的性质都是相同的 那如果你是在开课之前 就不想去的 他应该钱把你退还给你 那如果说开课以后 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 你要退就退一半 那如果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的话 就不能退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是我们一般在补习班所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 老师上课 然后都用代课老师来上 就是说原来你约定的课程的老师一直在更换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音记载事项 刚刚也有提到说 如果说你是 这个 有约定老师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老师呢 超过每次的都超过三分之一的一个情形 不来上课 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 你就可以依照这个部分 来做终止合约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也应该要由补习班来做这个退费 因为 你更换的人员超过三分之一 除了要退费以外 要加收所谓的违约金 违约金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违约金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所以说这个部分如果说老师的一个情况 他是没有按照我们合约的老师来做这样子的处理的时候 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或者是三分之一的老师都不是原来订阅的时候这个老师的话就可以要求终止合约 要求终止合约 那他按照你上课的比例来做退还的动作 那甚至要请求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所谓违约金的一个状况 再来就是有人问到说上课的时候只有开场 然后最后一个总结 那这部分如果说他的课程不是他上 就是没有三分之一的课程超过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是由他来上的话 那这个部分其实你都可以主张终止契约 那如果是只有前面跟最后 那这个部分依照我们定型化契约的印记载事项的话 是可以主张终止合约的 那如果说有些只有一堂课 然后本来就说可能是这些名师开奖 然后只报了一堂课 那可能好几万块的这些课程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他有产生这个跟原来所广告内容状况不一样的 那当然是属于广告不实 那就是属于债务不履行的问题 那债务不履行造成你的损害 当然依照合约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 如果他所说的课程内容跟你所说的是不相符合的 应该是对的 再来就是说 如果他只给你收据 那因为依照我们现在的先修正的消费者保护法 如果你在合约里面没有把我们的应记载事项来做约定跟处理的话 业者是可以 我们的主管机关是可以来处三年 不是 对不起 是三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法环 所以说这个部分现在以前 因为我们今年1月1号105年1月1号开始 这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 有一个强制规定 他必须记录在我们的契约里面 如果没有记录 记载这些契约的状况之下 他就会被处罚还 那因此现在补习班 如果只给你收据 然后现在说这个都是唐太 那将来 就是现在如果被主管机关发现的话 他都是可以处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办 这个罚还的一个动作 那所谓家教班 其实家教班 他的性质也应该是属于补习班的一个设立 应该要有补习班设立的这些基准才可以 但是如果说 这个 补习班 他有补习班的一个设立的一个规则 那家教班他算不算是补习班的一个内堂 其实他的性质应该是属于补习班的一个性质 那不管他是家教班或者是补习班 都是用我们因记载事项的一个处理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按照补习班的一个设立基准 来做这个设置的一个状况 是违反了我们设立基准的 有一些行政法或热令推销 热令这个停业这些部分的一个规范 可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如果说他不是合法的补习班或者是他是家教班等等 那你在上课的一个状况之下 依然是需要依照我们短期补习班所规范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这个部分应该要 好好的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不要以为说我只是家教班 我不是补习班 所以这个部分不需要去做补习班的一个合约 或者签约的动作 不对 你依然可以依照这些定性化契约的一个内容 然后来做处理 来做处理 所以说这个部分提醒我们每一个想去参加补习的一个状况 前一阵子也有一些纠纷 是什么纠纷 就是说有些补习班拿了说 我这个有这个所谓的上课卷 或者是说我这是考试卷 我就说可能我参加这个补习班 之后要参加一些像托福考试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考试 日文班的这些考试 他就会说我们除了正常的课程以外 还有一些上课卷 上课卷你就买这个我们考试的考试的卷 我们就安排了这个模拟考试的这个课程 然后让你来上 那这些上课卷是不是理卷 是不是理卷 那这个理卷的一个内容 其实如果说你是用钱去买的 他以这种形态给你的话 那其实这个有类似理卷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在定型化契约里面 所规范的理卷的方式 并没有包括补习班 那如果说你有特别的优惠或者上课的期间 那如果你要求他在这个上课期间要处理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要求他这个要把他写清楚 可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在那段时间上课了的状况 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是类似理卷的一个部分 那你还是应该要退还这个钱给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才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要注意 那对于补习班的这些查核 其实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都有在做这些查核的动作 像新北市在104年的下半年度他有做查核 那我们的台北市政府他在七八月的时候也做了查核 那这个查核呢 那这个查核呢 他的一共查了有 我看一下资料 他已经有查核 查核的这个七八月 八九月查核的一个部分 他有八月二号开始查 查到九月看一下九月几号 查到八月二十六号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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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在查核 那其中他在那个网站上公告了 有32家的补习班 有一些缺失 有一些缺失 他有在中山区、中正区、内湖、大安、信义、中正、北投、内湖、士林 都有 这个部分呢 各位可以上那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网站去看 他有做这个哪些补习班的内容查核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这个部分 他开业之后是不是属于合法的 那有没有设立案子的立案的 或者是说他的合约内容 有没有符合我们应记载事项的这些内容的 然后另外需要去安全检查的这些部分 他就做这些查核 那各位如果想知道详细的部分呢 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那个我们台北市交易局的这个规范 他查核出来的这些内容 可以做一下参考 那如果你想去补的这些补习班呢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就考虑是不是就不要去 另外再找这些补习班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补习很多人都有参加过 但是也很多人就是补习班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那我们认为说像这些什么终身 终身班的啦 或者是什么 一辈子让你只要缴一次钱 然后就可以上一辈子的这些课啦 这些课我觉得各位都要小心 因为最近也有几家补习班倒了 很有名的补习班也有可能倒闭 所以说尽量在做这些比较长 金额比较大的这些支出的时候 能够小心 那就我们还是一堂一堂 一起一起的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安全 不然你上了以后发现说 他倒掉了 那你交的钱也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各位能够去了解 然后更清楚的知道说自己的权益在哪里 那更重要的是基本的一些观念 其实不管是怎么主题 今天是我们补习班的主题啦 各个其他的主题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合约 在合约 虽然我们的英机仔事项已经非常完善了 其实已经大概有七八十种 那还是很多的细节 还是要需要靠我们在合约里面去主理 因为英机仔事项只是大方向的部分 那很多东西一些细节上面 就可能要去小心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 不要认为补习班说 我就是这张收据给你就对了 那你还是对课程的内容什么 都要把它写清楚 那有观众文的这个消费者问到说 他上美语的课程 然后外籍老师发音怪怪的 那可不可以要求退 那如果说他的发音不够标准 那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当然可以跟补习班来做反应 请他做改善 那如果不改善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要求换老师啦 或者是说这个去做 这个其他的这个改单 甚至退还这些课程的一个处理 那各位的问题我大概都回答了差不多了 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啰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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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